天亮7点多,现在是8号风球,先说是否要上班上学 天文台说会视乎风力,考虑10点或之前改挂3号风球 上班一族就要想一下,转风球之后的上班安排是怎样 至于学生方面,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停火,而下午校和夜校生可能要上学 先和你看看外面的天气是怎样 现在看到,外面的风势开始虽然减弱,但天色还是一般的 见到乌云密布,看来今天都会下整日雨 现在再和您看看风是走到哪儿 天吐再减弱为强烈二大风暴 至于现在集结在香港西北,大约180公里 而时速22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 横过广东西部,并且进一步减弱 天文台说会视乎稍后的风力,考虑是否改挂3号风球 天吐在昨晚也有点减弱 在今早6点的时候,减弱成为强烈热带风暴 与天吐相关的裂风范围,预料在今早稍后移离开珠江口一带 当本港各区的风力减弱到裂风程度以下 天文台就会在今早10点或之前考虑改发3号强烈讯号 再看一些最新的资讯 教育局就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天停火 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挂3号风球 中小学下午校和夜校将要恢复上火 至于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 原定今天开始递交申请表 也会延迟到星期二至本月30日结束 看完交通方面,现在港铁官堂线 港岛线、荃湾线、东冲线 以及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 冬铁、红磡至罗湖、西铁、马铁、机场快线 是维持10分钟一班 调景岭站至康城、迪士尼线 就维持15分钟一班尺 红磡至罗马洲维持20分钟一班尺 至于港铁的巴士服务 就会是15至20分钟一班尺 至于巴士方面,九巴士宣布 K12、K17、K18线提供有限度服务 新巴乘巴说S1、S52、S56提供有限度服务外 其他路线仍然暂停 而农运巴士的S64也提供有限度服务 另外,新大鱼山巴士宣布 暂时只有38号维持有限度服务 旅客要留意,航空交通也会陆续恢复 国泰和港龙航空宣布 中午12点起,逐渐恢复航班服务 呼吁未有确认机位的乘客 千万不要去机场主 也可以在网上查阅最新的航班咨询 立即和机场的高祖宜聊一聊 高祖宜,国泰和港龙都宣布 最起码都要等到12点过后 才会陆续恢复航班服务 看见机场附近有很多旅客滞留 是的,机场仍然有大批旅客滞留 而最多旅客聚集的位置就是 机场的航班显示牌 原本看到很多航班都已取消和25 但现在航班显示牌可以看到 大部份航班都显示起飞时间 可以看到起飞时间多数在中午和下午 另外机场离境大堂 仍然有大批旅客在 部份人已经在这里睡了一整晚 他们之前都睡在椅子和地上 机管局也向他们派发一些无鲜 不过旅客就投诉 无鲜数目太少 一会就派了 另外很多旅客去到航空公司櫃前 等候最新的消息 以及取消了航班 希望可以等候到后部机位 希望他们快点等到好消息 可以拿到机位尽快离开香港 和你谈到这里先 至于市面上 风势也开始减弱 彭德章 你现在就在湾仔 现在的风就开始减弱 预料大概是10点 或之前天文台会视乎风力 考虑改挂低一些风球 现在看到会不会市面都开始有些打工仔 陆续要等车上班 没错 虽然还未落下3号风球 但是市面上一些店铺 或者市民都已经开始上班 店铺好像是一些餐饮业 或者是布摊 早上6点多钟已经开始打点了 在湾仔港铁站 亦都有不少市民出入集 问过他们 他们都说 他们的工种是餐饮业 或者是酒店业 所以无论是几多号风球 都需要上班 虽然现在的天气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差 风势也减弱 不过上班的时候 都要注意一下风雨 跟你谈到这里先 至于陈耀宗 现在就是尖沙咀 陈耀宗 之前尖沙咀这里都挺大风 但是现在看到 似乎风平浪静 看到行人都没有担遮了 是的 其实这里的天气 真是时好时坏的 一时是很大雨大风 是连我们记者都要走到一边 避风避雨 但是现在呢 刚刚停了雨 但是那些风都一阵阵地吹起来 都是要扎行马 才算是站得稳 但是天亮之后 其实都开始多了少少人出来 普遍都是来 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那里 可能去买早餐 去便利店那里买些食 人气旺盛少少的 可能就是在尖沙咀码头报摊那边 因为其实在凌晨时份 那些报摊继续 都是在搭报纸 有报犯就说 其实就算八号风球 他们都是照常要做东西的 比上个风 比今个风 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影响 会不会因为风球做生意 不会不会 你看到这么多报纸 怎么做生意 你买不买一波就买了 雨又不是大 平静一点 风 开头紧张一点 现在都没什么 预计今天生意 都会不会 差一点 肯定差一点 其实在尖沙咀码头 早半个钟头之前 我们都见到陆陆续续 有一些巴士 是洗了去巴士站那里 是拍下了的 预计应该是等一会儿 下波之后 就随即去接车市民上班 但是在百号讯号底下 其实天气都时好时滑 市民最好就是留在室内 没错 其实还有很多各行各业 在风暴之下 都还要上班 希望天气能够快点好转 跟你谈到这里 再看其他资讯 知法机构就宣布 所有法院審裁处 上周的聆讯是会延期的 至于下周的聆讯 是不是延期 就要留意稍后的宣布 法院審裁处的登记处 和办事处 也都会暂停办公 入境事务处宣布 入境事务处总部 和客户的所有人 人事登记处 生死及婚姻登记处 全部暂停服务 并会在八号封球取消后 两个小时内 恢复办公 社署就说 所有社署核核的福利服务单位 暂停开放 当八号封球取消之后 在情况许可之下 各单位将会在两个小时内 恢复正常的服务 天文台也都说 有机会在早上十点之前 改挂三号封球 要留意港股交易安排 如果在早上七点或之前解除8号信号 港股会如常交易 如果在早上七点至到九点期间 解除8号信号 开市前的时段将会取消 早上交易时段 就会在讯号解除后的两个小时 恢复交易 如果早上九点至到十一点期间 解除8号信号 上午的交易时段会取消 下午1点遇上交易 如果8号信号 在十一点至到十一点半期间解除 下午的开市时间 就会延迟到1点半 如果是12点前解除 下午开市时间 就会压后到下午2点 如果12点后才解除8号暴风讯号 港股就会全日停时 在8号封球之下 有13个男女受伤 其中7人需要留意 当局收到69宗的嵩雪报告 在最当风的马鞍山 走到街上 真是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但仍然有人不顾危险去追风 展情风报道 入夜之后天吐步步进逼 最当风的是新界东马鞍山 狂风夹杂大雨 连登柱都吹动 有人不理危险下街追风 但都寸步难行 这么冒险 卫博和天吐拍张合照 很爽 这么多海风 你不怕危险吗 不怕 有什么不怕 不怕 为何 年轻 小孩 小孩 不怕 但做家长的 竟然都追了一份 天吐 这个台风也很厉害 想试试 感受一下是怎样 在马鞍山 海边的风势 越来越大 基本上站在那里 想省大眼 或者呼一口气 都有些困难 刚才我们还看到 附近有一棵树 的树枝 都是截断了 近海边的西湾河也都横风横雨 赶回家的市民 连把傘都保不住 但这一家大小 继续迎风前进 我们去海边看浪 尖沙咀星光行 有巨型海报吹到摇摇欲坠 警方要将海运大厦 对出的空地封闭 有线电视记者闪情 天涂引致的风暴潮令到水位升高 不少地区都有海水涌上岸的 竹子音报道 风暴潮令风高 狼更急 海水不断涌上尖沙咀天星码头 越洶湧 来看的人就越多 在浪之外还在狂风中乱舞 他就领略到 当风筝遇上暴风 原来飞不高 对岸的西环海旁 大浪拍打上岸 他们不惜危险靠近海边 要以浪花做背景拍照 你这里看浪的 为什么会这么危险 你不害怕吗 那又不是很害怕的 浪不是这么大 拍了很多张 也有二楼那么高 冬眠的里沿门 水位也显着上漿 海水涌上码头 是有趣的 我会去看看海水水平 有点水平 颱风将上大雨 已经淹浸半个石灯 平时这里可以通到过去登塔 但现在完全通不去 不少商户都在门口堆满沙包 预防水浸 天文台说天吐的风暴潮 撞上天文大潮 令質如沖水位上升至2.8米 比起正常潮水位高0.6米 但因為集中影響香港東部 沒有令低蛙地區有嚴重水浸 午夜後開始退潮 各區水位也逐步下降